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王安西 身高一切勁体重175 大马摩托街的一枚精英 从小就胖嘛 从生出来就是圆嘟嘟的那种 七五八斤吧 女孩哪有这么正的 所有阿姨叔叔 见我妈问的最多的话就是 你姑娘吃什么长大的呀 别人都说我们心宽提抱 其实并不一定是 很多时候都会有不自信 你跟别人言谈的时候 你不敢看人家的眼睛 然后你去泳池的时候 不敢穿好看的泳衣 自信的一面战胜了那一面吧 然后现在就慢慢的都OK了 我之前做音乐老师 就想去做模特 我妈说 人家都那么瘦的做模特 你可以吗 你看看你 就不看你自己什么身材 然后我跟我妈说 妈 我要我们这行 要的就我这种身材 要的就是大马呀 就是要胖呀 你卖家你用一个很瘦的模特 只90斤用 你去拍一个月八斤 要穿这个衣服人的一个状态 就完全不可能 所以现在我自己选衣服呢 就一定会选是胖女孩拍的照片的衣服 你胖是胖 但是你的身材这种三维曲线 还是要明显的 你胖 我不能说它一定是健康 或者一定不健康吧 就我自己去体检的话 我现在就很奇怪 我一直会 我一直有担忧 我怕我三高 你知道吗 但是我去医院又没有什么问题 明天 我的工作应该是一个很快的一天 我已经很快了 你的脚 脚尖朝哪个角度 脚尖要对称的顺鱼姬 你要知道你脸的哪个角度好看 一旦你已经渐渐熟悉了这个行业以后呢 你就是很自然了 所以那些天使就是 我是 哇 宇宙超级美 第一美 它是速度可以快 但是不会很快 因为身上的肉 跟不上 所以我已经转身 我后腰的肉还没有甩过来 你看你抓的那样 刚才肯定是不好看的 因为我不想我比她瘦 我希望我是一个微胖的女孩 我不仅要把衣服展示的好看 还要让其他胖女孩感受到 大马也可以很美